追击手对准目标开枪 远方监视器被击中坠毁 以色列在南部跟哈马斯作战 北部的黎巴南真主党也是蠢蠢欲动 摧毁以色列边境的看守塔设备 还拍成影片宣传 事实上以巴冲突发生之后 真主党跟义军在北部不断有零星交火 就担心战事一触即发 以色列军队派出部队还有坦克到边境巡逻 以色列国家紧急管理部门16号宣布撤离 距离边境两公里内的28个存落军民 不过真主党先前表示这些零星冲突 只是要警告以色列并没有宣战的意思 东西宣国荣幸综合报导